當然有信心 陳厚珀被民進黨廉政會約談 而前立委黃國昌日前才爆料 有人前年就跟陳厚珀說 IFB主席曾國偉有問題 不要走太近 相關的說明 我在記者會都坦然跟大家報告 那他要怎麼樣 我都尊重 謝謝 會覺得是派系直接來鬥爭嗎 謝謝大家辛苦了 不斷強調自己的清白 廉政會開了兩個半小時 最後這樣決定 只是陳厚珀從一開始 聲稱跟曾國偉不熟 民眾老立委陳婉惠 現在也加碼爆料 這話是說得很保守 因為下一秒證據直接打鏈 陳婉惠揭露2020年6月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到宜蘭考察 陳茉珀竟然帶著土地開發商曾耀峰 也就是曾國偉參加 愛酸是比較方便喬案子嗎 考察結束後 陳茉珀就帶著一群官員 到曾國偉宜蘭五街豪宅開趴 出席的有時任交通部政次黃玉玲 和現任台鐵副局長朱萊順 我也沒辦法確認說那個參議會是不是就做一些不正當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我們沒有這個理由 除非說怎麼特別去調查 案子持續連環報 而民進黨發言人也轉述賴慶德主席在終職會上自曝行徑 只是看來不能放鬆的事還很多 TVBS新聞中家的李明慧 劉婷婷 英語小組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者 李明慧 劉婷婷